中国得比 对 孔振林跟泽帆博对位了 对 进来吧 进来了 早上反规 看一看 张智林的底线 给他稍微慢了一点啊 后卖线空位的机会 没头 孔振进来两分 差一点点 好 有 这是张智林 和泽帆博两个人唱吧 唱在一起 说这些都是肉啊 这场三番狐狗 说的嘛 教练说 进攻篮板 对 三分 好球 泽帆博 运动战得分了 张智林每一球都想几个人 去争一下钱了吗 对 小家鸡 张智林 照亮 一个主攻 对 给的真漂亮啊 一个四分位置的长官 面对两个人准备的 上来这个口袋 就碰张智林这一下 广东也是那么加我 对 广东也曾经那么加过我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结束 也意味着 你们两位的夏季联赛 至日暂时落下帷幕了 那目前为止心情如何呢 还是相对惊讶的感觉自己 经历了这半年所有的东西 都是没有经历过的 然后感觉很享受其中吧 我也一样感觉对 那你跟你说一下 其实很多夏季联赛 很多球员是非常重的 夏季联赛这个经历的 包括有很多球员 我们也看到 你的队友一时之前 也是在NBA轮换阵容名单当中的 但他们还是会选择来打这个夏季联赛 那你觉得在整个经历当中 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觉得去每一场比赛 打赏每一场比赛 去每个联盟去体验一种不同的篮球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种学习 我觉得我学到了 怎么和这种NBA级别的球员一起打球 可能球员不在自己的 或者没有充足的上场时间 无论传让一下 学着如何做一名好的实际球员 最后可以用所有关心 你们的球迷分享一下 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样的安排 以及他们会在其他的哪些比赛 或者哪些方面 可以追踪到你们的这个状态 现在因为三分立即是 我们球队是放假了 会有一个小假期 然后可能会先回到 印第安大或者洛杉基进行恢复训练 然后再接后跟着球队吧 我可能是先 因为比赛完事了嘛 然后我们像他有合同 我们有合同可能再去别的队做实训 然后再去回LV特训 谢谢两位 祝你们跳功